嗨 大家好 我是妹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的影片主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八個我希望我及早知道並糾正的健身錯誤 大概在我剛踏入健身房的時期 約莫是五年前 天啊 妹已經變那麼老了嗎 那基本上那個時候非常少人在分享 有關女性健身和重訓的資訊 即便現在女生健身的風氣已經越來越好 但是大家回想喔 五年前真的超少人在分享的耶 那個時候我開始對重訓稍微有點興趣 但我發現說我只能參考歐美blogger的一些IG的分享 就網路上真的沒有太多reference可以參考 身處在亞洲社會 普遍而言我們還是認為重訓是屬於男生的運動 女生只要乖乖做有氧運動 導致即使我內心很渴望舉重 但是我就很反覆跟內心抱有很多詞疑跟恐懼 前後後後可能花了數年以上的時間 透過自身不斷地去摸索跟實驗 才有現在截然不同的mindset跟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當我看到現在很多女生對於練肌肉 還是抱有很錯誤的迷思 覺得只有一味的小吃才可以達到理想身材的時候 都會讓我燃起一股天啊 怎麼到這個時代還有人這樣想 會想要好好地用自身經驗來幫助各位的一個心情 當然身材如何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觀的事情 但是啊如果你已經跟我一樣開始去欣賞有肌肉的那樣子的線條 並且你想要好好地認真踏入健身這條路的話 我非常希望你可以好好觀賞今天的這集影片 那第一個我要分享的錯誤就是只做核心腹肌 回想我剛開始健身房的時候 我就是只做有氧運動然後再加核心腹肌 因為網路上所流行的那種youtube影片 都是馬甲線就做這幾個動作 然後那些女生的身材都是瘦到不行 所以一開始我剛踏入健身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只要那樣子練就好了 可是我發現只練核心腹肌會造成我的全身的肌肉非常的不協調 你練到最後會覺得上下半身都還是有一點鬆鬆滑滑的 然後倒是腰圍 就是如果你吃少一點腹肌是明顯 可是你稍微吃多了反而會覺得中心腰圍這邊變粗了 那可能是因為你的核心的肌肉長了出來 但是你外層的脂肪還沒有消所造成的問題 那當然我認為對初學者而言 多去加強核心的穩定非常重要 然而如果你的目標是想要擁有均衡好看的曲線 甚至你想要腹肌 你也不一定要透過練大量的腹肌運動才可以達到 就是你只要整體的體脂夠低 然後你做那些健身性的上下半身的多關節運動 其實都會運用到我們核心腹肌的力氣 其實腹肌本身就是存在於每個人的體內 今天只是看你體脂夠不夠低而已 也就是你的影控有沒有做好這件事情 比你有沒有在練腹肌來的重要許多 所以你不用花你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 一直在狂做腹肌上面 多去增加你上下半身全身的肌肉量 才可以幫助我們燃燒更多的熱量 以長期而言更有助於你降低體脂肪 然後再搭配飲食控制的情況下 你的腹肌才比較有可能去顯現出來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多女生特別的愛量體重 好 可能以前我也是這樣 就是一天要站上體重肌兩次甚至三次 照三餐量 然後餵那浮動的零點幾公斤 一到兩公斤而感覺到很害怕 那我要先說我們的體重有非常多的因素交錯而成 它可能會依據你站上什麼牌子的體重肌 今天是在早上涼還是晚上涼 你今天的飲水量多多 你前一天的運動量多少 跟你前一天吃了什麼食物 還有你最近的賀爾蒙水平怎麼樣 其實都會有非常大的關係跟影響 自己最常有的問題就是 因為你們知道我私下是一個超級重口味的人 就是我吃任何東西我都要加辣 如果食物太清淡的話我會很不高興 那這就變成說我吃重口味的食物進來 水分也很容易滯留於體內 所以我自己常常會有水腫的問題 那這個水腫的問題一出來有時候 甚至會讓我去多增加兩公斤的體重 那這個代表我真的胖了嗎 其實也不盡然 這個研究顯示出來 我們的身體最多可以儲存五磅的水分 所以將近是兩公斤的水分可以滯留在我們體內 可能我那幾天真的有稍微多吃一點 可是我會發現當我可能過了兩天 我多喝水 就是多喝水可以讓這些滯留的水分 就可以快速排出來 稍微飲食再回歸正常一點 我就又可以很快的回歸到我先前的體重 那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不要胃那一兩公斤的體重患得患失 那當然我自己也是支持 如果想要好好的track自己的weightlost journey的話 我覺得也是很支持一週可能固定一到兩次去量體重 那可能你量體重的時間就是要非常固定 譬如說早上空腹的時候 然後每個禮拜幾去量體重 千萬不要被很多youtube影片騙 覺得說一週要掉很多公斤才正常 就像我剛剛講 一週掉很多公斤通常都只是水分而已 減肥是一條很長期的路 就是你還是要維持很健康的飲食習慣跟作息 你才有可能慢慢的去掉體重 那第三個我要講的point是 長期的結實哀餓 為什麼我非常不鼓勵你長期的結實哀餓呢 因為maybe初期可能會讓你的體重下降 可是呢這其實是一個還蠻虛的一個假象 當然你可以為了一次的拍攝啊 或者是為了我的夏日bikini body 然後去做快速受傷 可是你會發現說 當你過了這個shooting 或者是你的這個小階段性的成果 然後你就會很不受控的情緒性保持回來 跟你的體重非常有可能的反彈上來 當你的熱量赤字長期的大於500大卡 第一個你的身體能量下降 你沒有力量 你沒有好的心情去舉重 你的活動力也下降 所以你的基礎代謝率也下降 然後你會更容易腐胖 因為就是你消耗的更少 變成說你就要吃更少 來讓自己的體重維持 或者是繼續下降 所以這會導致一個有點可怕的 溜溜球的負面循環 那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懂我在說什麼 因為我以前也是這樣子走過 然後到後面我整個失去我的月經長達半年的時間 maybe你會需要有一個turning point 在於說我真的不想要這樣子生活了 我想要開始舉重 我想要開始多次一點 想要開始變得有能量起來了 我期望你會有這樣子的一個turning point 或許你就會對於自己理想的 不論是體態還是生活的樣態 你都會有不同的追求跟詮釋 我覺得這個會存在於你人生中的不同階段 就像我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 我當然也會很崇尚那種40幾公斤的身材 可是我現在反而覺得 喔我50幾公斤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身材還蠻辣的 然後很有自信 生活也吃得很飽足很開心 我覺得這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就不需要去和別人比較什麼 第四個錯誤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健身初期 我一直覺得說 建立三項是什麼鬼 就是我為什麼要知道建立三項這個東西 建立三項就是一個男生的運動啊 好所以我現在問你 你知道建立三項是什麼嗎 我覺得大概有一半 有在follow我的女生應該回答的出來 就是 深蹲 硬舉 跟胸腿 為什麼要做建立三項 你先不要被他的名字給覺得很可怕 就是做建立三項呢 其實他就是屬於我們全身的最大肌肉群 然後最有效的可以運用到這些肌肉群的三個運動 下肢之王 深蹲以及硬舉 那深蹲是比較強化我們的股四頭跟臀肌 然後硬舉是股二頭就是大腿後側跟臀部 那胸推的話就是我們的胸這塊 那我們做胸推也會練到多少練到背肌跟核心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你根本不需要做一些有的沒的滑招 基本上你只要做好這三項 你就可以擁有很強健的身體跟不錯的體態 然後我真的在初期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練那些東西會讓我變得很man 但是不知不覺呢 我的深蹲也一直一直蹲到最多也有到80公斤 然後硬舉我不敢說我自己很強 但是也可以拉到90公斤 然後如果你有在關注我的話 就會發現我今年的上半年狂練胸推 導致我胸推最多是可以推到42公斤 就是算是我個人最好的PR 但你們覺得我的體態如何 我好像女生就只能做一些什麼馬甲線的運動 我覺得運動就是運動 就是不分男女 你要做運動就是要做 以科學以science-based 最有效的那些運動 然後如果你想要練屁股 就跟我一樣就多練一些屁股 但是基本的動作就還是要做啊 好那第五個錯誤是不吃碳水 當然現在低碳還有低醣飲食的風氣盛行 其實我個人多多少少是蠻支持低醣的這個概念 因為我覺得現代人間的我們吃的加工食品太多了 我們走出去就是都是琳瑯滿目的加工食品 所以真的非常需要去刻意的去減少糖類的攝取 才能讓我們的飲食回歸到一個平衡 可是我個人其實沒有很支持比較極端的減糖跟生酮飲食 因為我自己也當然有嘗試過低碳 但是我發現說我的低碳頂多就是維持個四到五天 然後我就會開始瘋狂的想要吃米飯啊 或者是麵包類等等的食物 那我覺得碳水本身這個詞呢 就現在大家好像有一點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東西 可是碳水其實也有分好的碳水跟壞的碳水 那好的碳水呢就是比較天然型的澱粉 像是馬鈴薯啊然後地瓜啊南瓜紅蘿蔔 就是那種根莖類的蔬菜含有的澱粉 那接下來就是像糙米跟比較偏精緻的白米 可能就是偶爾適當的吃 然後水果其實也都是屬於碳水的範疇 所以其實以胃腹部的建議啊 一般人我們的碳水的比例應該是要佔我們人體總能量攝取的50到60% 但我自己呢因為我是有健身習慣的人 所以我的蛋白質會拉高到30到40% 那就變成說我碳水的比例可能會減到40% 你會長胖是來自於你的熱量攝取太多 不是來自於你吃的碳水化合物 那當然對於有減重需求的朋友 就是我覺得你的碳水比例可以再拉低一點點 適度的減糖我覺得是OK的 可是如果你要完全剝奪自己吃一口飯或者是那兩口飯 你都要很即將 然後吃個水果好像也覺得很有罪惡感的話 我覺得你的人生會過得非常的辛苦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就是一個很需要吃一些 譬如說你吃咖哩就是要配飯啊 或者是你偶爾吃一點麵條你才可以很開心啊 可能吃這些比較沒有那麼天然型的碳水會讓我們的血糖比較快速的飆升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你可以安排在訓練前後 就是集中在訓練前跟訓練後的時候吃這些比較精緻跟高碳水的食物 那其他時候呢就是吃我剛剛所說的比較健康跟天然型的碳水 再來第六個錯誤是對食物的營養以及熱量完全沒有概念 就我指的有概念不是說你要一一去上磅秤 或者是很精準得知我們吃進了多少熱量 基本上我覺得精準得知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覺得多多少少就是大家要對於說三大營養素是什麼 然後啊碳水跟蛋白質大約一公克是產生四大卡的熱量 脂肪是九大卡的熱量等等的一些最基本的營養質 我覺得大家真的多多少少一定要懂 我自己絕對不是營養師 但是因為我私下我喜歡練健身所以我必須要懂營養 我必須要知道我自己吃進了什麼 不然我練的東西就是很有可能會白費 因為我剛開始健身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說我要吃高蛋白質 然後那個時候我只會吃沙拉 我的晚餐每一天晚餐就是沙拉加一顆蛋 然後加蘋果跟地瓜 所以這樣子總total maybe只有200多大卡 絕對不到10克的蛋白質 以要生長肌肉而言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好 你要開始攝取高蛋白質的食物 那如果你有減脂需求的話 你這個高蛋白質盡量就是以白肉為主 就是以瘦肉為主 然後你的蔬菜水果的比例 可能都是要佔你餐盤的大約50% 然後澱粉的話你可以抓一個拳頭的大小的 一個比較直覺性飲食的方式去進行 當然現在去外食常常是沒有營養標示的 可是啊如果你常常走去超商的話 你可以多去注意這些食物所含有的熱量跟營養素 例如說一個飯糰是200大卡 然後一個溏心蛋可能是70大卡 一個香蕉是100大卡 然後有多少的蛋白質 我覺得你可以透過多去看這些食物的營養標示 慢慢去懂你今天吃了這些東西 大概有多少的一個熱量 那如果你有一個逃避心態 他覺得說我也不用懂 我就是隨意的想要吃什麼就吃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的心態也有一點違憲 跟有時候也會讓你自己陷入一種很恐慌 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在練什麼的一個狀態 第七個是只做有氧運動 我要先說我絕對沒有要貶低有氧運動的意思 我個人的理念是當現代人 我們已經身處於我們的活動力已經很低 因為你想想看過往我們的祖先 是在叢林裡面一直跑步去採集跟獵食的祖先 然後我們現代人呢就是整天可能就是躺著 然後去找美食去吃東西 然後在辦公室裡面做的 就是我們的活動力已經處於那麼低一下的一個狀態 那我覺得基本上你一天就是要播出至少好20分鐘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也好的時間去活動一下你的筋骨 那我自認為做肌力訓練比起做有氧運動的CP值會比較高 第一個肌力訓練可以增加我們的肌肉量 然後它也可以提升我們的肌耐力跟心肺 增加肌肉量就可以改善身體的比例 但是你當做有氧運動的話 可能你頂多就只是提升自己的心肺 對於身體組成的改變你就是只會變瘦 可是你不會有提高肌肉量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自認為你喜歡做有氧運動沒有關係 但是你在做你的有氧運動的同時 你一週至少可能要做兩到三次的肌力訓練 主力訓練 你可以用自體的負重或者是你可以戴上啞鈴或者是主力帶 然後一週要建議做兩到三次的主力訓練 會對維持肌肉量跟長肌肉會比較有幫助 第八個 以為肌肉很豪脹 很多女生覺得好像練一練 然後去健身房舉個重 或者是在家裡推幾個push up 就覺得自己會變得很像大隻老 以天上而言 女生體內能夠促進肌肉生長的這些激素 就遠遠低於男生 就我說的遠低於不是只是二分之一喔 可是少了十幾倍有 那當然經過訓練之後 一研究證實 女生也可以發揮出很不錯的長肌肉的潛力 但是我指的是 我只是一個很一般的上班族 學生族 即便你每一天然後花一個小時 做一些主力訓練 然後你累積數年 你想想看你才可以擁有接近我的身體 那你為什麼要去擔心這擔心那 好你可能看過那種超級超級厲害跟神之狀的女生 舉重女神郭幸春好 你想想看他從國中練到現在 他練了幾年啦 而且是每一天都要練好幾個小時 你為什麼覺得說 你今天只是剛開始加入健身房 然後你只是舉個五公斤 三公斤的那個啞鈴槓鈴 然後你就會覺得可以變得跟人家一樣 請不要就是貶低別人好不好 你的肌肉量是在這邊 然後人家的肌肉量是在這邊 然後你擔心自己會變成那樣 但其實你只要想說我要怎麼爬到這邊 當你真的真的越爬越高 好到這邊的時候你再來擔心 可是到那個時候你也不會擔心啦 因為你會很開心 因為我相信那個時候你是很喜歡自己很強壯有力量的線條 女生們不要再覺得練肌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會很傷心 就是我每一天也都花很多時間來鍛鍊我的肌肉 然後我就是長這樣 那以上八點可能穿插了我個人的碎念 但我相信有很多女生都已經跟我一樣 甚至是比我更喜歡強壯有力量的感覺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風氣 就是可能又看過一輪東奧之後 又更喜歡女生強壯的一種feeling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時代的轉變 我們就一起加油 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